关注的基金会当中其实大有文章 我们首先来看呢 包括这个维签基金会 这是宋楚瑜的小姨子杨云黛 在这里呢 他可以月薪四万 而且每一次的出席费都有五千块钱 来开会的话 还有呢 这个像是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那么他的执行长呢 可以领十四万的月薪 还能够跟着这个公务员呢 一样调涨薪水三趴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会这位陈宝季成亲 说不是公务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调薪水 他会进一步再了解 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长生在公馆巷弄日式建筑 员工悠闲上班 业务似乎不太忙 但是执行长薪水一个月 却可以领十四万多 因为他明天要出国 手上还很多东西 所以可能就不方便 去年没有调薪啊 公务人员没有调薪啊 对他们内部有没有错 明明人就在里头硬是不受访 让记者吃了闭门根 根据农委会预算书 这个协会102年度 农委会就计划捐助 7540万元 却还喊穷 还需要661万元补贴 一般人却不太清楚 这个单位在做啥 工坛不够用 执行长去年7月 还跟着公务员一起加薪三趴 被立委批评是肥猫 这又不是公务机关 他们只是公务政府捐助的 这个民间团体 那为什么还可以跟着这样挑衅 对于民众来讲 或对于国库来讲 坦白讲这是很不公平 肥猫还不止一 立委找出农委会捐助单位 高达24个 包括财团法人 围签基金会董事长庄光明 是国民党台北市大庄角 同时兼任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董作 没领薪水 但是每次开会出席费就高达5000元 另外执行长杨云奈是宋楚瑜的小姨子 月薪4万 同样有车马费5000元 这个部分应该不算是 农委会直接主管的基金会 他是公务员吗 他应该不是 这个我要了解一下 看到资料陈宝基脸色凝重 连主管机会也搞不清楚状况 不会花公堂补助基金会养肥猫 偏偏马政府钱这样花 立委一一揪出来 不仅要问这样的肥猫还有多少 三地新闻江一红 陈叶瑞调道